继续给大家介绍羊酒 这个羊酒和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有些不一样 现在好像国内什么都有 最近还看一个博文 说他的朋友喝了一打二的酒 这酒叫什么呢? 中文叫龙舌兰 在美国这边 现在是非常的流行 好像已经超过了Vodka 已经超过了福特加酒 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 我最早接触这个还是很多年以前 当时在打工地方认识一群玩音乐的 都是玩音乐的 一群Teenagers 身上扎着恐龙舌头上面带着环 鼻子上面带着环 胳膊上都是刺青那些 当时去我刚来这边时间不太长 然后去他们家party 他说party 他们家party 什么 有Tiquilla 我还以为Tiquilla是毒品 后来一看 Tiquilla是一种酒 我当时也带了一瓶中国的白酒 这个当时喝的酒 说说 当时他们喝酒 是在这边非常流行 当时几十年 二三十年前的应该是吧 非常流行的 一种叫Jose Curvo something 那个词不太会念 Jose 一般叫Jose 非常流行 是当时美国这边 最流行的一款Tiquilla的品牌 但是后来慢慢的 大家随着认识增加 随着Tiquilla市场的扩大 大家知道 Jose这种酒 其实不能算是好质量的Tiquilla 但是也不便宜了 一瓶也二十块钱了差不多 所以说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 当时我们这些 我还不是中产阶级当时 当时底层 底层这边 所以说二十块钱一瓶的酒 算是高价 现在二十块钱 对这个穷苦的中产阶级 还算可以 所以说 那一款酒 就慢慢的 就是退出了 大众的这个 这个 视野 慢慢的 大家明白 原来它这个Tiquilla 不是特别好的质量 现在就说到质量 一般来讲 Tiquilla 都有标注 它是百分之百的 Agave Agave 其实就是一种质 就是这个龙舌兰 就是龙舌兰的名字 你必须是百分之百的龙舌兰 没有其他的东西 它那一款酒 其实是百分之五十一的龙舌兰 又加上了其他的什么 Sugarcane 就是这个 这个蔗糖的东西 混的 所以说 Legal 在法律上来讲 它是 它叫Tiquilla 因为只有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龙舌兰的这个 这个含量 就能叫Tiquilla 但是呢 按照品质上来讲 它并不是这个 纯粹的Tiquilla 所以说呢 慢慢的 就是退出了 这个 也没退出市场 大家是明白的话呢 就是不太受欢迎了 但是最早接触的 就是靠这个 它是 对Tiquilla 在这个美国这边的流行 推广 出了一个很 有很大的作用 当时接触的就是这个牌子 慢慢的 其他的品牌就 市场竞争嘛 就说你这不正宗 你这个百分之五十多的含量 都不正宗 我们的百分之百的那个龙舌兰 所以说呢 慢慢的 大家知道了 哪种龙舌兰是好的 哪种不好 但是你如果 对着喝做鸡尾酒的话呢 不太所谓啊 我当时后来喝我 百分之百龙舌兰的和它对比 喝完百分之百的龙舌兰的 就在喝它那个 它那有股臭味 说不上来有股臭味 和虾 说不上来那种味 就是臭味 所以说呢 一些历史 一些历史 这个酒呢 这个 Tiquela 还有Tiquela呢 龙舌兰 就是龙舌兰分三种 分三种 一种叫Blanco 还有一种叫 Refosado Let me see Tiquela Yeah Tiquela Reposado 还有一种叫 叫那个 Tiquela Anejo 为什么叫三种呢 那同一种 Blanco Blanco 就是现在我拿这种 这种 就跟中国的白酒一样 纯透明的 没有任何颜色 Refosado 就是稍微有一点 有点这个Oak 那种金黄色的味道 Anejo的颜色 再更深一点 我一直认为这个 Tiquela 是Overprice 有点这个 价钱有点 有点 有点要的 价钱有点高啊 你怎么认为呢 我从它这个 这个年头上算 还是从年头上算 一般来讲 年头越高的酒 你价钱会高一点 所以说呢 和Whiskey 那比呢 Whiskey一般都是五到六年 几年七年九年 这种 这种 像Tiquela呢 像Blanco这种呢 最长的两到六个月 没有在桶里 没有装桶 直接出来了 Refosado呢 一般是六个月到一年 在桶里装过 上点颜色 Anejo呢 一般一到两年 在桶里放放 渗点味儿 拿出来了 所以说呢 从这上面来讲 我认为 就是Overprice 有点这个 价钱有点高 但是呢 再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因为它是 龙舍兰植物啊 和这个 和这个什么 和这个Whiskey那种酒不一样 Whiskey是从这个古物啊 这是不同的 什么玉米也好啊 什么这个 这个Roy也好啊 这些东西来的 但是呢 这个植物上来讲 尤其是Agave 那种龙舍兰呢 因为它是从植物 必须用这种植物做啊 才可以 成做这个龙舍兰酒 所以说呢 这个植物 这是本身呢 这是对它的这个价格 有影响 我查了一下 就是前几年 有新闻就说过 就是说这个 这种百分之百 这个龙舍兰 这含量的这种酒呢 不太好弄了 不太好整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龙舍兰 这个植物 有点要灭绝 有点要灭种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植物啊 那个生长期比较长 说是你要想做酒的话 你必须要成熟的这个 这个龙舍兰 这种兰的 Blue Agave 什么那种啊 要十年的时间 它能长成 所以说呢 时间比较长 而且你如果 按照拿出来做酒的话呢 所以说呢 就是供不应求啊 这植物的这个 这个这个 就更不上啊 所以说呢 从这身来讲 来讲呢 我认为 也许这是为什么它价钱高的原因 因为它是从这种 特殊的植物啊 过来的啊 特殊这种这种这种植物啊 过来 所以说呢 也许这是它的一个原因啊 相对来讲 比这个 以古物为基础的酿造的这种酒啊 价格要稍微高一点啊 因为 对吧 那你们 这回呢 就说一说啊 我个人比较喜欢呢 喝这个布兰口啊 布兰口 因为呢 我喜欢喝这个龙舍兰的这种味道啊 喝龙舍兰的这种味道 我曾经问过 啊 就是说这个 卖 当时卖酒的 我说你喜欢哪种 喜欢这个 Raposado 还是Anejo 他说他比较喜欢这个Raposado 为什么呢 因为Raposado 保留了 这个龙舍兰的特有的味道 而且还有其他的味道 啊 还是啊 别的酒也是啊 它这个级别越高啊 就是说这个粘头越高 它的混的这个味道就越多啊 相对来讲 Anejo 粘头就多一点 混的其他味道多一点 其他味道多了 它那个龙舍兰的味道呢 也许就是 要相对的少一点 或者 不容易分辨出来啊 就是它的 有悠点 就有缺点 所以说呢 还是个人的喜好啊 你如果 喜欢喝这个味道 浓一点的 喜欢品其中的味道呢 你就吃这个Anejo 你如果想偏爱 少多一点味道 不光是 不只是龙舍兰的味道 你就选中间那一档啊 Raposado 像我呢 我就喜欢龙舍兰的那种味道 我就选这个 Blanco 这个酒呢 看这个 这瓶子 我只要保留过 非常重 当时呢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牌子 我当时去酒店瞎逛 人就过来了 给我推销 推销说 这个是世界上最贵的 世界上最贵的龙舍兰 你可以查一查 它那款跟那牌子是一样的 它贵在哪里呢 它贵在这个瓶子上面啊 瓶子是用这个钻石做的啊 你可以查查 我这无细说了 钻石做的好像是上百万啊 这这这这这这这有啊 所以说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仿制品啊 这其实是一个仿制品啊 你看这个边上有这个 小点面玻璃的啊 还有这个篮 这边也有小点面 其实呢 真正的这个原装的这个瓶子 这个牌子呢 边上的这点儿 其实都是钻石啊 箱子都是钻石 嗯 然后呢 你看这个 当时我跟我儿子买了 我说哎我买的最贵的酒 我上网去查 你那是假货 我说什么 假货假货 我最贵的还买不起 对吧 哎 啊 所以说呢 呃 这个啊 是这个我们穷苦的贫 贫穷的中产阶级 也可以尝一尝 这个最贵的DK了 我现在就说这个 牌子是一样的牌子 同样的牌子啊 我认为啊 其实呢 按照布兰口来讲啊 按照布兰口这种品质来讲啊 呃 我认为不会有太大区别啊 和他这个除了就是 装酒的瓶子不一样啊 你这里面的区别应该不大啊 应该不大 因为这种东西没有进过 没有进过任何的 在桶里装的 就是出来之后 就就就做成了 就就就 叫什么Destill 这个蒸馏之后 就就出来了 所以说呢 我认为啊 这个 虽然不能得到瓶子 但是里面可以尝一尝啊 这个最贵的DK了 到底是一个什么味道 现在就说一说的味道啊 那 这瓶酒差不多是50块钱啊 按照布兰口来讲 50块钱算 比较贵的价格了啊 像比较贵的价格了 嗯 味道非常非常好啊 非常好啊 非常好 怎么说呢 一般来讲啊 这个DK了 吃喝的时候 都是这个用盐 来口柠檬 那为什么这么这么这么喝呢 因为它这个味道啊 是不太好啊 不太好这个 不太好接受啊 用这个盐和柠檬呢 杀一下它的它的它的味道啊 就可以喝着顺口一点 这个酒呢 我喝的啊 我感觉啊 very smooth very smooth 它是40%的这个percentage 40%的这个酒精含量 very smooth 喝着嘴里口入口感非常好 不像这其他的whiskey啊 你还要找什么其他的味道在里面 这呢 就是TK了 就是这个龙蛇蓝的味道啊 非常非常强烈 所以说呢 感觉非常好 最后呢 再说一说这个 大家买的时候啊 买这个龙蛇蓝的时候啊 一定要看它的成分和含量啊 它一定要写这个百分之百啊 在这有百分之百啊 agave 百分之百agave 这一定有要这个这个标识啊 一定要给标识 它是正宗百分之百的 纯的这个这个龙蛇蓝的这种酒 如果没有写啊 如果没有写 它一般就不是啊 就不是 所以说呢 你想喝这个 试一试 或尝一尝这个 龙蛇蓝是什么味道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至于说你从哪一个党开始啊 如果你想尝一尝真正的龙蛇蓝 是什么味道啊 你就从这个 布兰口啊 从这个布兰口 这种透明的 啊 这种这种这种 这个 这种啊 提供了开始 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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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东西